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圣彼得堡地铁 仙纳亚广场和技术学院 两个地铁站之间 在当地时间 昨天下午2点40分发生爆炸 最新的伤亡数据是 11人死 45人伤 当局在爆炸现场 找到一个炸弹装置 安全移除 同时开启了反恐调查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 也在第一时间 将爆炸定调为恐怖袭击 俄罗斯警方调阅了 闭路电视画面 锁定一名来自中亚国家 哈萨克斯坦的嫌犯 这名年约23岁 头戴冷帽 身穿红色大衣的男嫌犯 走进地铁时 双拳紧握 似乎手握了一些东西 调查人员相信 嫌犯将一枚藏有铁钉 和300克炸药的土制炸弹 放置在车厢内随后引爆 此外嫌犯也在地铁站内 放置了另一个 像灭火器一样的炸弹 庆幸这颗炸弹没有引爆 而是由拆弹专家移除了 警方不排除男嫌犯 和车臣分离组织 或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联 当局目前正在鉴定 脱氧核糖核酸检验 鉴定他是否就是行凶者 另外警方也正式通缉 两名可能涉案的嫌犯 俄罗斯地铁爆炸事故 震惊全球 俄罗斯总统不停 当晚也亲自到圣彼得堡地铁 技术学院站前献花 短暂默哀遇难者之后 就匆匆离开现场 在另一个地铁站前 也见当地民众献花 现场鲜花成堆 煮光点点 警员也携枪在场助手 就在这场造成数十人死伤的爆炸发生时 一名在圣彼得堡大学留学的中国学长 刚好在列车内见证了事发一瞬间 这个爆炸的话大概是在上层地铁站 我当时是在下层地铁站 那个爆炸产生的震动都 我明显都能感觉得到 而且整个电梯都在颤抖 大概爆炸就是这个过程持续一秒 声音特别巨大 当时整个地铁站的灯光都就闪了 整个闪了一下 我当时以为是地铁站什么电路 还有其他出了一些原因 后来才发现这是爆炸的情况 天花板就像放了烟雾弹一样 整个地铁站内全部都是烟 烟量特别的大 然后天花板不停地掉东西 然后人们有些人 地铁家有些老人啊 小孩有些都哭了 然后都在用个文说 快点来到这里快走危险 然后这类的话 除了发生爆炸的两个地铁站 仍然关闭之外 目前圣彼得堡市内其他地铁站 基本上已经是恢复运作 警员仔细检查每一位乘客 询问乘客的目的地 与平时相比 地铁内乘客人数明显少了 而且个个都打起精神 NTV7综合报道